请听小声音拥抱大世界 欢迎收听Vista的小声音 在前几天的节目里 我跟大家聊到了如何挑选数位笔记软体 那么有些朋友听到节目之后 就跟我讨论到这个话题 那也有朋友问我说 这个最新的这个Logseek是什么样的软体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 就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Logseek是一个什么样的笔记软体 那么到底它有什么特色 然后是不是适合自己使用呢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题目吧 那我想现在就把这个 我的画面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Logseek你可以在浏览器上面开启 也可以去下载它专属的一个APP来使用 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画面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Logseek的画面 那各位看 其实它是一个用每天 它每天都会开启一个新的页面 就好像写日记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在上面直接的 把自己脑袋里面想到的重点 那想到的一些议题 或者是你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事物 就把它记下来 比方像昨天晚上 我觉得我睡了很舒服的一觉 我早上就做个记录 或者是我早上看了什么书 或者是我想要邀请什么朋友来上节目 我都可以把它这个记录在 我的Logseek上面 那甚至是我们再往下看 它是用每天的方式来做记录的 所以你每天就像是一个日记一样 那每天当然都有不一样的内容 你都可以把它 把你自己想到的东西把它记下来 那蛮方便的 那甚至是它也支援很多 像所谓的双向连接的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过去你的笔记 把它串联在一起 那甚至像我读的一些书 我会把一些书的一些目录 或者是它一些重点 我把它随手做一些记录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方便 随时可以回头来检视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Logseek 这个软体 当然其实它也从很多的 这个前辈的软体里面 去参考很多学习 它的目的 所以就是我们来看Logseek 其实它跟很多的软体 都很有相像之处 比方像Rone Research Workflow Tiggly Wiki等等 它都去参考了很多 之前的这些软体 它们的功能 那我以这几天 我自己使用的状况来看 我觉得它大概主要有几个特色 比方说 刚刚我们提到了 它是以每天记录为核心 所以就好像可以写日记一样 我们可以随手把自己 想到的东西把它记下来 那说到做笔记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 还有很多朋友 可能以前都犯过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总以为说 这个笔记 我们要做的尽善尽美 要做的很完整 甚至我们要花很多的心力 去做分类 但是做分类当时不错 但是我们可能在 做分类的过程中 可能就花了太多时间 所以像这个Rone Research 或者像这个Logseek 它们现在都是以每天 记录为核心 也就是你想到什么东西 觉得有趣 觉得有意义 觉得困扰的 你就可以随手把它记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以每日记录为核心 是蛮好的一个出发点 那另外它有支援 这个无限层级的大纲模式 所以各位你可以在 这个笔记里面 随时的去写下来 而且把它分为一些阶层 是很方便的部分 那另外它也支援 Markdown的格式 那当然有些朋友 可能对Markdown 还不大熟悉 不过现在方间有很多的书 或者是网路上的一些教学文件 所以我想要学下这个Markdown格式 应该不会太难 那另外当然就是再来提到 这是它的这个支援双向连接 这也是这个Logseek 它一大卖点 那当然这是从这个 Rone Research那边参考过来的 那现在有一些软体 都有支援双向连接 那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双向连接是非常好用的部分 那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这个Logseek 它现在有支援这个插件市场 所以除了他们自己官方 推出的软体之外 现在也让很多第三方的开发者 可以针对这个Logseek的需求 去开发很多强大的软体 那我觉得插件市场 其实蛮好用的 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插件市场呢 在这边 我们只要在这边打开 这个Plugin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 包括像这个是我安装的插件 还有就是在这边 有个市集的部分 我们可以去挑选 我们想要安装 那只要你按一下 按下一个install 马上就可以去安装这个插件 是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边 刚刚来讲到说 这个支援插件市场 那当然如果说 你是一位研究生 或是你是一位老师 你常常要做文献研究的话 他也可以支援Rotero的 汇入这些文献格式的档案 非常方便 然后他也支援PDF标注 所以你也可以把 PDF文件把它汇入到这个Logseek来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那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Logseek 它其实现在是有很多插件 所以各位 你现在除了说 用这种阶层的方式来做笔记 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像新制图的模式 然后你可以很方便的去看 你上面写过什么东西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的 刚刚介绍Logseek的特色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把它变成像新制图的模式 那你可以很方便的去做这个阅读 甚至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简报模式 你可以来去做一个简报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比方像这样子 那我们只要按这个 我们可以按下一页 我们就可以很快来看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方便 我们自己做简报 或是做一些这个浏览 那另外呢 这个Logseek 它还有支援这个 代办事项 to do的这个功能 所以比方说 你现在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工作要做 你有什么进度等等 你就可以用to do的方式 把它列下来 那其实是非常的方便 那甚至像 像我自己之前有做这个电子报 那我可以每天管理我的电子报的 我的发报状况 所以我自己可以把它做一个清单 做一个列表 用这种方式 你就很快的能够看到 到底你过去做了哪些的东西 那像刚刚我提到的那本书 我最近在看这个普通人的财富自由 那我就稍微做一个笔记 我把它的关于像作者的背景 然后这本书的目录 甚至是它的一些创业心法等等 我就简单的二要的把它整理 在我的这个Logseek里面 那方便我随时可以回头来检视 因为我们在讲做笔记的重点 不在于只是说这个拼命的去做笔记 其实很多人做了很多的笔记 但是重点是你要回头去检视 你要回头去看 这样子这个笔记才能发挥它的效果 发挥它的效用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笔记很重要 那过往其实很多朋友 可能花了很多的力气 在挑选笔记本 或挑选笔记软体 那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尝试的过程 但是我还是想建议大家 就是我们做笔记的重点 还是要为自己所用 所以我还是要这个建议大家 就是除了做笔记之外 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视 那说到检视笔记 在这边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插件 很有趣 就是我们想说 我们常常要回头去检视笔记 所以这边我可以装了一个插件 它可以让我随机的 去找到一些过去的笔记 因为当我们笔记越做越多的时候 你不见得有空 每天这个逐一的去检视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随机的 挑选几者来阅读的话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比方我下什么一点 他看到了这个 我是在2020年11月6号做的笔记 那时候好比说 当初还跟我的好朋友老茶友 讨论我们笔记本的计划 或者是当天我可能走了6.71公里 跑了8.4圈的运动场等等 你可以去看一些 这个过往的一些记录 其实蛮有趣的 用这个插件 你可以去看看说 我们到底看了什么 比方这是2021年的11月6号 当天我走路比较少 然后我的体重状况 然后我学了什么东西 我看了哪些东西 然后我今天得到什么启发 我发现了什么东西 那其实蛮有意思的 然后花了多少钱等等 那其实这些是蛮有意思的部分 那我觉得做笔记很好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管控自己 去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在这个新的一年 那我想就是我也很欢迎大家 我们一起来做笔记 那这个Logseek 我自己用了几天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那当然也因为我过往 我有使用Room Research 已经用了一两年的关系 所以我对于这种双向连结的用法 相对来讲 我就是用 是比较熟悉一点 那我也觉得说 其实这个双向连结的方法 其实是蛮值得大家来试试看的 所以我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使用这个Logseek 那如果说你在使用的过程中 有任何有趣的发现 会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很欢迎你跟我讨论 我们一起来研究 我们一起来写笔记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这个探讨 这个研究 这个做笔记的一些乐趣 好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进入一个尾声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 这个Visa小星音的话 欢迎你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请你到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心 那当然如果你觉得 我的这些内容 对你有帮助 我也希望你有空 可以常常收听 还有就是可以分享这个节目 给更多的朋友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